總之我們倆是若無其事地走近後 一鼓作氣拉著一條口逼他還錢 好吧 第二難吧 這個感覺是收數的 我瘋狂地走好白癡 急急腳地 被人發現了 但我去追他 他追他你做甚麼 蛤? 他有七福停車場幫他去 那你呢?你不用追 你吃屎嗎? 大哥自己去追你 去吃花生 七福停車場在這邊 很白癡 低能才會逃去停車場 立刻隨便躲進一棟樓 都沒有人發現 一看盲的都看到你 楊子快點還錢 過來搶吧 一分鐘後跑得贏我便還錢 甚麼? 不要用強力招式 因為我是藥女子 不要這麼簡單捉到我 我非無對楊子的外套不是假的 甚麼意思 一分鐘後點鐘 又不能用強力招式 即是不能用強力招式 還是怎樣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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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抓他? 停一停 有甚麼計策 快攻守都不行 用武器 用糖倒之龍出擊 原則不能用強力招式 無法出擊 阿 大佬 會少了 那支甚麼槍? 脛了甚麼? 這支槍 打火機是沒有用的 左輪就沒有了 子彈 濕濕噴霧 魚炮 肯定沒有用雙雨線、電槍、刀 逼他賣場快攻得呀 加手指徒弟、魚豹 我有沒有子彈呀? 你肯定是可以 沒有用啦,這麼慢怎麼可以呀 應龍拐棍也應該不行吧 濕濕噴霧,有沒有機會呀 濕濕噴霧 白癡什麼都不知道做什麼 完全沒有用 噴啊,整地下 都沒事呀 只剩很少時間 用快攻守爆屎 現在也不知道剩幾秒 試一下吧 爆屎,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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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能 砍他 肯定不行 太快了 想要還錢,做了十年,歡迎再來我陪你玩 你敢說我謊話? 我又可以繼續試 我一定要還錢過來 再來 刺馬刀 想要你 低能 怎麼玩啊?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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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要手壓到牆 一二 推推推 推推推 神經病 怎麼玩啊 拐拐拐 神經病 流氓助跑這麼正方 其實鎖目標 鎖了 有鬼用 流氓正方 沒用 又夠時間了 刺馬筋 低能怎麼打 我都知道R1 一直都在按R1 平時的基本怎麼不做 神經病 究竟怎麼對付這傢伙 只能夠用快攻守 看我反應很慢 神經病 這麼快也叫慢 追著他來咬 這樣也叫慢 快攻守 快攻守 追著他 第一次就這樣 怎樣叫慢 根本不關事 有時候他避兩避 有時候他不知怎樣 卡住了才能打到 果然肯定 我打死他 幹什麼 你好像幾在行 不過還差得很遠 嘻嘻嘻嘻 來捉我看看 喂 慢著啊 什麼 怎麼我打完他 我自己的神愧 或者一定會捉到人 大哥 現在先過來一把箭下去 加藍 大哥 加藍 你跑得真慢 對不起 你都沒有跑 根本就不是跑得慢 那個羊子走去哪 在冠軍街 我看小 不好意思大哥 我跑得慢 幫不了手 我幫你加油 吃屎 什麼腐鹿 因為要打兩次 有些人說 為什麼那個人永遠都不肯去幫忙 要捉賊在冠軍街 在冠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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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感嘆好 應該是 應該是 臭小子 喂 廢命還錢 居然我追到來 不過很厲害 不過很早 嘻嘻嘻嘻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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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捉我 為什麼要守上什麼狂居規矩 白癡 立刻召集人 打他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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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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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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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 1 3 2 2 1 1 2 2 1 3 2 2 1 3 2 1 我們優先,這傢伙已經欠我們錢半年了 你打我,你這麼多人,給我拉開吧 你說什麼廢話,拉開你 這傢伙被我捉到,想搶人功勞,不要掛我白氣 你的心情很好理解,不過你要聰明一點 有多聰明,你救我打才說 我怕這傢伙有點猛製針,我沒有記錯 不明針龍,啪你猛製針,是誰啊 一眼拖,有刺激了,算是 先擋一下,因為不夠氣 一眼,你猛製針 同樣是用口咬的,針和包裝 好像沒有了 吃垃圾桶,吃垃圾吧 吃垃圾桶,是誰啊 愛知針,對呀 轉來這些位置,打針龍一定有毒 我知道了,今次給你收,這傢伙還用說的 黑吃黑,這些人 哈哈哈哈,你真好有型啊 我知道了,是我輸了,不過 不過? 我一定會再借錢啊,到時候要繼續問我收帳啊 向陽指討回了債款 很白癡啊,這些寶芝 真是學不聰明的家伙 哈哈哈哈 果然厲害啊,大哥 你吃屁啊 原來你在這裡啊,嘉林 我在這裡看啊 不只是債款啊,連女人心都給你 拿著 那條是藍的 哎呀,真是羨慕啊 這一份是大哥的 收到10萬日圓 你一份都應該沒有 他還留下這個,當然都是大哥的 請收一下 鋼鐵製手套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那些手指斧 那我再找其他生意了,拜拜 這些啊,我昨天在玩的時候 我就是遇到這些有趣的飲品了 你知道嗎?很辛苦 一遇到有趣 好像那些人覺得有趣的 要馬上收拾 然後不要再踩下去 現在先收拾 現在做什麼?還有幾分鐘 M超商看雜誌 看什麼雜誌? 那些有什麼好看的 不是啊,只是看封面 啊 現在...現在做什麼? 玩什麼? 現在做什麼?任還是怎樣? 做多個任,還是去嫖還是什麼? 蛤? 各位? 傑依嗎?玩波多野傑依嗎? 那就去吧 波多野傑依在樓上 珠柚 好 這裡立刻刷上去 是不是要裝什麼香水 等一下 香水龍獸三 還有這一張 魅力照片 這個魅力照片裝完 不知道是不是會有魅力 有些人之前有傳聞過 之前有些人說什麼 裝魅力照片 是假魅力的 是要靠魅力的 才不是真的 好 魅力照片 知道怎麼拿嗎? 是做那些自然任拿的 話說有這傢伙 又是想要走路 然後你抓到他 然後他就說 給這張 不是你要追殺我嗎? 然後他說 不是 我也不是追殺你 然後他就說 我原來不會 現在就送一個鎖匙給你 然後你一開鎖匙 就看到這張照片 然後整個黑社會圍你 就說 喂 是不是剛剛有人給你這個鎖匙 然後就說 這張照片不能給你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 然後 這張照片 你以為是什麼特別照片 就是一張這樣 就是黑社會的照片 然後他拿完 就說 你自己拿著的話 就小心點 是黑社會大哥的照片 這一張 現在在哪裡? 這裡 Jewel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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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 又來光顧 盡力玩 不用問 智明健衣小姐,過來吧 同生先生,歡迎光臨 過來吧 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很適合你的 一半無全的衣服 有什麼穿得很好看?就是裝我的照片和香水 不要叫太貴 香檳吧 這個真的好開心 什麼好開心呢? 喝香檳你喝了十幾次 嘻嘻嘻 真的有錢賺 啊 憲哥同生先生真的好放心 今天有一大堆想追我,客人應付他們很累 你雖然說討厭被客人追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自己喜歡上客人 沒有啊沒有啊 我又不是為了認識男朋友才來做公關小姐 哼,就是你來賺錢吧 畢竟有些小姐做這個工作之前有男人 都有小姐和少爺交往啊 這裏禁止辦公室短情啊 所以偷偷來的 總而言之 無論有沒有男朋友 認為 應該很少有小姐被客人追 都會覺得開心 原來是什麼對象 還是什麼考慮對女方的心情啊 誰啊? 我猜是正方才是正確答案啊 你猜什麼? 圓圈還是什麼? 你們說是 圓圈啊 你看看 要考慮嗎? 這些就是 陀修 對呀 我們要考慮一下女生 對呀 肯定不對 要考慮一下女方的心情啊 被不熟悉的人 塞全面默雨 沒有人會開心的 這一點呢 任人都想像到 但如果是男人 應該會很高興啊 被不熟悉的女生告白 不會心動嗎? 這個啊 圓圈真的會心動的 哈哈 你看看你 哪有資格話人啊 不過 願意考慮女生心情 同身私人真是溫柔啊 不過如果是其他公關小姐 圓圈都不太喜歡 不主動的客人 啊 我記起了 我妹妹現在也做公關小姐 她最近都好像跟客人拍拖 希望她不要上那些怪男人的檔 就好了 如果是公關小姐 應該看角色各樣的客人 你妹妹選得 你應該沒事的 但是 如果她們發展都要結婚的話 在結婚典禮要怎麼說呢 啊 我們在夜總會認識的 然後就怎麼說 哇 隨便敷衍也好 不要舉萬筆禮便可以了 再不就是老實說 好料 選什麼 啊 啊 隨便老實說 啊 你們覺得呢 正方三角圓圈 圓圈啊 老實咯 不就是直接八爺總會認識咯 一對男女的社交場所認識 沒什麼出奇 啊 啊 居然說社交場所 不過呢 正正當當到這個地步 說不定呢 的確不奇怪的 啊 啊 不過 因為他們是瞞著 爸爸媽媽的東西 還可以上班的 所以呢 要想個方法才行的 嗯 真是難處理 好 好 我還在說什麼 打喊路啊 啊 啊 好壞啊 家店 啊 啊 不知道在做什麼 都問被 什麼鬼 啊 打喊路啊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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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魚絲 做什麼 乾魚奇乾 啊 做什麼柔魚絲啊 你吃 啊 我好喜歡吃柔魚絲 心心心 有什麼問題啊 最近呢 中學呢 要辦同學會啊 喔喔 很久不見了 跟死黨 就見一下咯 沒錯 但每年參加的人呢 越來越少 這幾年幾乎和一班人參加 那你一定很失望的 明明畢業之後呢 就沒有什麼機會 大家就聚在一起了 啊啊啊 啊啊 為什麼坐這麼晚 什麼事啊 童生啊 你覺不覺得呢 為什麼不參加同學會啊 那些人 什麼事 這麼晚 什麼事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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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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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誰啊 應該很忙吧 大概覺得好玩 很難約 吧 所以為什麼這些人參加同學會 很難約 大佬 這麼多人 又是圓圈 每個人都說圓圈 應該很忙吧 圓圈啊 應該很忙 將來社會幾年了 經常要負責工作 自由運勇的時間就少了 真的嗎? 因為每次參加的人反而都會被人認為平時很空閒 不定啊 雖然每次參加是好 但也不應該閉明不參加的人 噢,這樣啊 所以去參加也是比較好啊 什麼啊,原來你不打算參加 我現在很猶豫啊,到底怎麼好呢? 這樣啊 怎樣啊,這個回答不了 什麼送禮物 狗食,那個狗食在什麼呢? 是沒有帶的 是嗎?還是在不在,我不肯定 應該在這裡啊,應該正常 正常喝尿 立刻看看 沒得按,我想看看 怎樣啊?送不送?送吧! 這些好東西一定不送的 生命石都不送的 正力喝尿X 怎樣啊? 這些什麼呢? 哇,老實說送我這個好困擾 有什麼問題啊?為什麼啊? 立刻另歪面啊 哇,好沒禮貌啊 之前有幾多客人送我禮物 我夠有送啦,你收到什麼啊? 我跟你說啊 是有條難看的頸鏈 因為她想給我一個驚喜 所以我不是表現得很開心 但心裡面不想要的 之前跟她說,你不用點太貴的 走 結果她好像誤會這樣 我不是想她送東西給我 哇,她拼命想獲你歡心 但對我最大的困擾是 至少她說 我想送你東西一起去走 讓我自己選 乾脆叫他送你鈔票 你堅定拒絕吧 這次很常見的手段 我想說 原來是乾脆叫他送你鈔票 你們怎麼看 直接啊 啊 三個 有幾多人覺得要說三個 好多人 好啊 三個 好啊 好啊 今天直接叫她送錢 這麼方便 又值百二名 哇 好差啊 那些感覺好像換膠一樣 神經病 他自己又說 什麼叫人去 別人說到這樣 但到頭來不是同一回事 你收了錢自己買自己的東西 好嗎 還好 這些辦法很大叔 禮物貴還在心意 不是用錢就能解決到 偽善者 你這樣 你就不會 如果你說心意 別人送什麼項鍊 一養 你就不會再嫌棄了 裝飾 看人時間到了 已經說一塊筆可以回去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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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這個設定不好 偉善先生 說什麼事啊 今天玩得很開心啊 我也是 好啊 好啊 好感度加多少 對對對對 還沒升夠 差不多時間到了 啊 好啊 好啊 下次再升級就可以再約他玩 咦 什麼事啊 龍生先生救我 誰啊 傑依 怎麼救你啊 傑依啊 我求求發生了什麼事 雖然不知道什麼情況 但傑依好象不妙 去七福大街找他吧 現在幾分 36分 怎樣做 他吧 七福大街 哪裏 七福大街 在旁邊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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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啊 哪裡啊 不是啊 不要搞啊 不要搞啊 有些人收工 在哪裡啊 七福大街 這裡啊 這裡 究竟在哪裡啊 七福大街 這麼大 為什麼 倒啊 去到這裡了 啊 怎樣啊 我們一起去哪裡玩 唸紙啊 什麼鬼道啊 尷尬啊 沒有時間和你們玩公園啊 什麼鬼道啊 什麼鬼道啊 反方向,七幅大街,在這裏東側,我的屎 我的屎過去,馬上倒吧 好,嚇一跳 你為什麼會知道是在這裏,七幅大街有... 七幅大街,他又沒有說是哪裏 什麼,經常不看方向 根本就是我去了七幅大街,這裏叫東側 這裏啊,什麼了 吃飯,什麼所謂啊 傑依,你都在外面吃 一個人吃,兩個人吃 與其一個人吃,不如兩個人吃更開心 我知道,一個人吃 之後再陪你一起上班 等於帶你出場增加你業績,一箭雙雕 你這樣說很困擾,如果用錢可以令我聽話 你以為是這樣,大錯特錯 我知道了,買禮物送給你 要包包還是珠寶,無所謂 儘管開口 真是一口飯 啊,童生先生 啊,童生先生 咦,我是誰啊,難道是見醫的男朋友 啊,是啊,是啊,沒錯啊,所以對不起 原來是這樣,早就說清楚了 一點興致都沒有了 進去你們,我沒有頭幫襯了 對不起,童生先生,甚至把你當男朋友 不,那無所謂的,這樣好嗎 他是指明你的客人 沒所謂,沒所謂,我一開始就說清楚了 不會跟他拍拖 之後,下班後,約出來一次,一個得意忘形 好像剛剛那樣,最近還直接在店內等我下班 老實說,很困擾 算是如果你不在意,我都沒所謂 我都差不多上班,童生先生,謝謝你趕過來 這個,拖手 好,加那麼少 神經病,這麼辛苦 好,童生今晚,拖手 好,拖手 拖手都不不兵 隨傳隨傳到 救我,知道我馬上過去 就是這樣,當然是換來的 所以你們以為做兵有什麼好處 就是加那麼少好感到 這個遊戲很死神 你們平時做兵的行為 在你們的良良心目中 就是加黃豆鼻屎這麼少 好感到 隨便買東西,送什麼 和他喝東西 買一杯香檳,加那麼多 你勞心勞力和他做什麼 只加那麼多,你知道嗎 你們明不明白 所以我經常叫你們不要做婆奴 不要做駝兽 你們明不明白 這個苦心 我們做洞下篇朝文差不多了 你們怎麼看 你們不同意我的說法 咳咳咳咳咳咳 這個就是有一位叫陳仔的兄弟寫的 就呢 早前聽到有一篇茶白花油 吹風扇的朝文 令我想起一個痛苦的回憶 話說有一年夏天熱到秋筋 打一打機忽然覺得背囊很癢 可能因為大腿內質出汗 又不斷摩擦到敏感的背囊 所以就很癢養 我脫下副體 嘩,真是紅了一大塊 我打算找些東西塗 他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於是就走去問我家車有沒有白花油 之類 他一手遞了一支強力無比膏給我 我回到房間 快手塗了一匹強力無比膏 在背囊上 初時有點癢癢 但癢了一會兒 痕癢的感覺慢慢得到舒緩 打算沒事了 開了風扇 坐下來繼續打機 反正風扇的頭對著我下體 風扇跟我的背囊直接接觸 那一刻 我按著背囊 整個人躺在地上痛到縮了一塊 如果茶白花油吹風扇 還涼過冷氣 那現在我感覺到 就是被人燒背囊 早兩天了 我又留了一條充電線 在姐姐的房間想拿進去 因為急著用 我又不記得敲門進去 誰知道開門就看到兩團肉在床上上演 隱形戰機降落在啟德機場 嚇到我立刻一百八十度飄移走出去 結果真是現眼部 你知不知阻人敦輪 死了會被人燒背囊 我第一時間想起這句 我現在知道了 救我啊師傅 那我今天都差不多了 我看看又可以做到什麼 多少智善任盡量清 看看能不能打到阿門 這個星期內完成 爆機 就這樣 完 好 不好意思 嗚呼 打開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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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